可惜的是,这些食物中的辅媒Q10的含量并不算高 它不足以补充我们人体所缺少的辅媒Q10 大家好,我是情话大叔 最近有粉丝问我,糖友是不是应该吃辅媒Q10 我自己也有在吃,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辅媒Q10又称维生素Q 它是人体内可以自然产生的一种抗氧化物 细胞要用它进行生长和维护 所以辅媒Q10对我们的人体代谢是有重要作用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辅媒Q10的水平会下降 比如说80岁的人,它的辅媒Q10水平会下降多达65% 一些食物中是含有辅媒Q10的,比如说肉类、鱼类和坚果 但是可惜的是,这些食物中的辅媒Q10的含量并不算高 它不足以补充我们人体所缺少的辅媒Q10 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辅媒Q10水平可能会比较低 而且如果你有吃药的话,某些抗糖药物会进一步消耗我们体内这种重要的物质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患有心脏病的 或者有的人胆固醇高,有吃这个他廷类药物的 都会消耗我们体内辅媒Q10的这个存量 所以有上述这些状况都是应该补充辅媒Q10的 研究表明,补助辅媒Q10是有助于减少自由基分子的产生 自由基它是一种不稳定的分子,如果数量过多就会损害你的健康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辅媒Q10它是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来控制血糖和减低胰岛素抵抗的水平的 有一项研究,针对50名糖尿病患者为期12周 结果发现,跟这个对造主相比,如果每天服用100毫克的辅媒Q10 会使它的血糖,然后氧化应激的标注物,还有胰岛素抵抗都得到显著的改善 这对糖尿来说,明显是一个好的消息 还有研究表明,补充辅媒Q10是可以显著的改善血管的功能障碍的 糖尿病患者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补充了辅媒Q10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是可以降低总胆固醇的水平 而且同时它是可以增加高密度的脂蛋白,也就是好的胆固醇 还可以同时降低低密度的脂蛋白,也就是坏的胆固醇 尤其是小颗粒的低密度脂蛋白 而且在没有生活方式干预的情况下,补充辅媒Q10可以显著的降低收缩压 也就是对高血压也是有帮助的 这样是可以降低致命性的和非致命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病率 所以每天服用100到300毫克的辅媒Q10 看来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控制血糖的 可以改善糖尿病的相关症状 辅媒Q10看来是很安全的,遵照一组服用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如果你同时在服用药物 那么你就应该跟医生去咨询一下 如果是在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妇女呢 那么如果没有经过医生的许可 你就不要吃这个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辅媒Q10相关的内容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清华大叔随心所欲,轻松控糖